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成关节塌陷 逐渐影响行动功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四勤高马老师不得不借助轮椅出行 在访谈中他曾坦言 早年拍戏的经历 可能给身体落下了这种疾病的病根 我知道你有一次拍戏受伤了 就是好像是拍过什么戏从马上掉下来 那可不止一次呢 三次被摔的 所以我就变成半残废了 摔摔打打 其实干我们这行的就是经常有的 那么这个容易塌陷的关节 究竟在身体的什么部位呢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关节塌陷呢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民意化养生 我是主持马杰 本节目是由所注看好姿态的光明优加异故冠名播出 本节目是由油中黄金金鹿鱼骨鱼的断尾油特约播出 而首先呢还是要介绍今天到场两位健康分享员 我们的吕行李老师和王卫霞 欢迎你们 当短看中的四星高娃老师的遭遇呢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心疼 那说到塌陷这两个字啊 也让我们觉得非常恐怖 我不知道两位健康分享员对塌陷这个词是怎么理解的 塌陷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这个有点恐怖啊 那我就是在想啊 这关节疼痛会不会就是那个塌陷的前兆呢 浑身上下有这么多的关节啊 我相信塌陷的关节肯定是承重比较重的关节 是不是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我也对你爱莫能助 好害怕 对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要赶紧请出我们的名医 他就是我们的李慧武主任 有请李主任 李主任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感谢好 李慧武 博士 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骨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 国家十三五重点专项首席科学家 李主任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塌陷的关节 这个塌陷的关节究竟在哪里呢 好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图 这个红色区域标志的 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塌陷的关节 这个关节叫什么呢 叫宽关节 我们平时吃那个猪的大棒骨 是不是就是这个 猪的大棒骨是下面那段 宽关节呢 它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负重关节 比如说我们在行走的时候 我们的体重会顺着我们的脊柱 传到骨盆 然后再传到骨骨 那么这个中枢就在宽关节上 所以它每天要承受非常非常多的重量 那么承受多少的重量呢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好 当我站立在这里的时候 那么我人体的重量分担在两条腿上 对 那么每一条腿承担的重量是多少呢 大概是我们身体重量的一半 这个好理解 对 但是当我行走的时候 问题就不一样了 我行走的时候 这个宽关节要承受人体重量的两倍到2.5倍 两倍 两倍 那哪里来的两倍呢 我还背一个人在身上 就是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在行走的时候 我们迈出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就我们叫跨越向 在跨的时候 往前跨步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单腿是离地的 对 而对侧的宽关节就要承受两倍到2.5倍的体重了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宽关节一侧 这侧肌肉要收缩 对 要把骨盆或者对侧的腿抬起来 对 那这就形成一个杠杆 而杠杆的支点就是这个宽关节 所以一边收缩一边提拉 这个支点就要承受两倍的重量 那在跑步的时候 你们知道要承受多少重量吗 四倍 估计就更多了吧 再翻一个倍 五到六倍 那为什么是五倍到六倍呢 在奔跑的时候就要有个着地 要冲击力 冲击力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是一个150斤的一个人 他在行走的时候 他的宽关节承受的重量 就是300斤到450斤 当他跑步的时候 那么宽关节算一算就知道了 150乘以6就是900斤 900斤 接近半吨 半吨啊 因此宽关节如果有疾病的话 加上这么重的负荷 对 就会容易发生塌陷 哎呦 那如果我们的宽关节发生塌陷之后 那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 来想而知第一件事情 除了疼痛以外 他就是没法走路了 嗯 对 要么瘸 你要么卧床 嗯 如果再严重的话 你要需要长期卧床 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卧床病发症 你包括肺炎 那么密尿器感染 哎呦 路窗 嗯 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这种慢性病 折磨着患者 他有可能就会早早地结束生命 所以宽关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 它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刚刚我们在片子中看到 四星高娃说的 他这个宽关节已经发生了一些这个塌陷 那具体是哪个部分发生塌陷了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先知道宽关节的具体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骨盆它形成的这个窝叫宽揪 那么底下这个圆的叫骨骨头 它形成的关节就叫球窝关节 那么过去呢 我们不叫它球窝关节 我们叫它储旧关节 就像我们导算器一样 对 这个就是储 这个就是旧 所以我们的宽揪就像这个旧一样 就是我们的骨骨头 每天就在这里头磨损 那么塌陷指的是哪里呢 塌陷就指的这是这个储 比如说这个骨骨头塌下去 那么指的塌陷就是指的这个部位 那这个储塌下去是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后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塌陷呢 太恐怖了 这个少掉了吗 你看 对就少了一大块 没有了 左边是正常的骨头 表面那个白颜色的是软骨 下面这个黄颜色的是我们的骨头 那么骨头可以看到中间一些细丝一样的小梁一样的结构 这就是骨小梁 左边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看到骨小梁是非常有序的排列的 是的 形成一个网格结构 那么这就是正常的骨头 右边是塌陷的骨头 刚才说的软骨不再变得光滑 不像右边这么圆润光滑了 而且好像断了一点 对对对 底下的小梁结构中断了 对 不再连续了 网格结构消失了 那么这个就是塌陷的骨头 它被压缩了 被压塌了 这个骨骨头塌陷真是太恐怖了 我觉得 缺掉这么大一块 对 那是怎么会发生塌陷这样的这种情况 我们的骨头发生塌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骨骨头 发生了坏死 发生了坏死 哦 骨骨头坏死 这个倒是听说过 骨骨头坏死 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样 我们四星高娃老师 就是发生的一种骨头坏死 这个发病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高的 大概有500万到1000万的人 被诊断为骨头坏死 对 而且发病的年龄 往往是30岁到60岁之间 这么年轻 都是一些壮劳力 所以它对我们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黎医生 好恐怖 因为我们从小练功的嘛 就受伤的地方很多 就感觉好像骨骨头啊 周围刚刚说的这个地方经常痛的 您别说您练功呢 是不是 我锻炼我屁股也痛呢 已经踏泻了呢 让这个李主任教我们一些在家里自测的一些方式 我们可以有家里简单的方式来判断我们的宽关节是不是出了问题 好 来 我们这边请 好 好 我来教大家第一个动作来自测 第一个动作是曲宽内旋 也就是说我们把宽关节先曲起来 然后我们的左手抱住我们右膝 我们的右手抱住我们的右踝 然后左手往左边拉 右手往右边拉 做这样一个内旋的动作 对 这样一个内旋的动作 翻过来 往外翻 对 往外翻 对 对不对 就是这里好像很疼 大腿和腰这里连接的就是这个点很疼 本节目是由所注看好姿态的光明优加异固冠名播出 如果出现两种情况 大家知道你可能宽关节有问题 第一个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出现疼痛 这个疼痛可能出现在我们叫腹勾在前面 也可能出现在屁股在后面 对 如果这两个部位出现了疼痛 说明可能有问题 那还好 不是这两个部分 不痛的吗 对 那就说明你的宽关节有可能是好的 谢谢 然后呢 第二个活动范围变少 比如说两侧对照 我这一侧可能拉 这样拉的话可以内旋的很多 那么这一侧内旋不了很多 就挡住了 那么这也可能提示对你的盘关节有问题 第二个动作呢 就叫盘腿四字 你压这边的时候压不下去 那么这也提示你的宽关节可能出现了问题 我疼倒是不疼 我就是有点酸 酸 我们都是酸的感觉 对 那你压得太狠了 哎 律师 这个我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平时锻炼造成的腰秃嘛 就是腰秃其实也会造成我们的屁股的酸痛啊 包括说有的时候会造成腹骨沟的一些酸痛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 您说的是骨骨头快死或者是骨骨头塌陷 还是我们的腰秃造成的这种酸痛 这是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病人有的时候甚至会经常挂缩号 看错医生 最严重的甚至有开错刀的 看了这么大的事 就是说有可能以髋关节有问题 但是误以为是腰椎盘突出 因为有可能它腰椎盘突出 和髋关节同时存在 哪个是主要因素 那么可能会出现误导 所以区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腰椎盘突出和髋关节疾病 还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区别 那么第一个表现就是说这个症状会不会过息 过息 对 是不是它的症状会超过膝关节 如果超过的话 可能有可能是腰椎引起来的 三股关节引起的疾病 它的症状和疼痛 一般不会过息 所以我听我的病友经常说 说是腰椎盘突出 他们麻一直麻到脚后跟 麻到脚底 那就过息了 那就过息了 对 刚才我一讲的 无意当中又说出了它的第二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麻木 一般腰椎盘突出会引起麻木 这个人到底是因为腰椎盘突出 还是髋关节 还是髋关节疾病 因为腰椎盘压迫的是神经 所以会麻 而骨骨头坏死 它就直接骨头就坏了 对 所以它会痛 对 好 非常谢谢李主任给我们这个建议 我们就一起回去继续讨论我们的髋关节 好吗 来 李主任 我就特别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骨骨头坏死的 那么如果听到坏死两个词 你们会想到什么 坏死吗 你想想看 家里要是养着一捧花 对不对 凋谢了 不死了 凋零了 就是营养了 对吧 为什么营养 为什么会凋零 凋谢 不去伺候它 不浇水 不浇水没有营养 没有营养 也没有水分了 对 其实骨骨头就像花花草草一样 你如果不给它水分 它就会坏死 当然这个水分并不是我们说我们喝的水 实际上就是我们体液 更确的说就是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骨骨头靠我们的血供来支撑 血液提供了养分 所以我们的骨骨头能够行使它的功能 当血液中断了的话 没有了养分 那么我们的骨骨头就像花一样 会凋谢 又会塌陷 好 您刚刚说这个血液是养工我们的骨骨头 那血液是怎么样去养工我们的骨骨头吗 那么正好我也带来一幅图 大家可以看一看 来 我们看到这个血管 已经把整个骨骨头给包围了 对 这个闪烁的就是我们身体上一个大动脉 然后它会分出几个分支 最重要的就是旋骨内侧动脉 几乎供应了我们骨骨头整个三分之二的血供 那么它会环绕着这个骨骨头的基底部 形成一个动脉环 然后这个动脉环再发出一些分支去 穿到骨骨头内部 形成这样一个网络结构 行走在骨小梁之间 骨骨头就被这些毛细血管所供应 如果这个血供被阻塞了 那么整个骨骨头缺乏的血供 都会发生坏事 如果说我们的骨骨头已经发生塌陷的话 那我们这个还可腻吗 一旦发生了塌陷 是不可能再长回来了 那就永远这样了 现在还没有起死回生的办法 所以骨骨头塌陷了 是不能再长回来了 但是不代表骨骨头坏死不能恢复 所以要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就要知道骨骨头坏死的分期 那么我正好带了一个模型 那么在早期的话 一开始出现骨骨头坏死的时候 这个骨骨头是不会塌的 对 外形是完整的 如果在这一期的话 病人会非常疼痛 那疼在哪呢 对 它疼的部位呢 一般的话多数我们叫腹骨沟 在这个部位 对 也会出现在臀部 在这个地方 早期的疼痛是因为骨内压增高造成的 那么这时候我要给它一个减压的话呢 会缓解疼痛 那么它的坏死的情况可能会被逆转 就这个时候还有救 对 还有救 所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要是没有发现它 没有去急急治疗的话 它就会进展 就会发生什么呢 这一侧 可以看到它已经变得不再光滑圆润了 对的 已经变得凹凸不平了 是 那么这时候 五五头就已经发生塌陷了 这时候 那么它塌陷的不能再长出来 自己是恢复不回来了 哦 它不会再重新变成圆的了 这才第二阶段 后面好像还有两个阶段 对 还有阶段 那么再一个阶段 就是除了这个塌陷的以外 还有五五外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宽鳩这一侧 也磨掉了 也发生了磨损了 就是两边都磨损了 对 这就是晚期了 那就是粗糙面 磨粗糙面会越来越疼 对 就像齿轮一样 一侧的齿轮坏掉了 对一侧的齿轮 长时间磨损一定会坏掉 哦 所以这就是最多晚期了 到这一期的时候 就必须接受 所谓的人工关节直缓手术 也是这一类手术了 换一个人工的 这是个钛合筋 形成一个 做一个人工的球头 还有人工的揪窩 然后 背后 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功能 哦 当然我们都不愿意看到 这最后一步 对吗 对 李主任已经有这个骨头坏死了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 应该去医院去拍X光片了 对吗 需要去医院检查 但是X光片上 没有办法发现 我们早期的骨头坏死 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 不是所有骨头的问题 都是拍X光片吗 什么骨折啊 骨裂啊 对 但是骨头坏死 它有它一定的特殊性 它的病程不像骨折一样 突然间发生 而且出现错位 那么X光片是很容易看到 而骨头坏死 它是因为先出现血共的障碍 然后慢慢慢慢的枯萎凋零 它有个过程 所以在出现血共障碍 出现枯萎凋零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骨头看上去 仍然是圆润的 仍然是光滑的 但是它可能已经发生了骨头坏死 X光不行 那用什么才能够诊断呢 那么这就是磁共振 能够帮助我们早期的诊断 骨头坏死 我也准备了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看 好 来看一下 好 左边就是我们的X光片 对 右边就是所谓的核磁共振 大家可以看左边 那么显示的两个骨头都比较好 没问题啊 对 很光滑 很圆润 没有看到什么问题 但是实际上 我们要用磁共振检查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发现 磁共振上方 一个洞 颜色很深 对 左边的这个骨骨头 就变得更为阴暗 这个地方就是发生 坏死的部位 缺血了 对 缺血坏死了 所以在X光片上 我们看到似乎是正常的 但是做一个磁共振 就发现有问题了 看了这个图片之后 就知道骨骨头坏死 其实就是缺血造成的 是不是 对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规避呢 不要让它缺血 本节目是由所住开 好姿态的光明优加异固 冠名播出 本节目是由油中黄金 进入鱼骨的断骨 特约播出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规避呢 不要让它缺血 刘老师 你这个问题问得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这都是我们大家 非常关心的问题 因为骨骨头坏死 最后会导致我们生命的威胁 那么我们怎么样 发现那些导致我们骨骨头坏死的 一些高危因素呢 在下期节目中呢 我们的李主任 会一一为大家详解的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健康常识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 林女华雅生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